港鐵引入雙氧水冒化消毒機械人 為列車及車站消毒 二十步的機械人可以預設程式或透過遙控 噴灑出冒化的雙氧水 在車廂及車站消毒 如果要消毒一列 八卡車廂要用四小時 港鐵說機械人亦可針對特別情況 例如有乘客在車廂吐吐 會先由清潔工人以稀釋漂白水清潔 再用機械人做深層清潔 另外港鐵亦都計劃引入一部口哨生產機 供應給員工去用 正在找無神間工場最快下半年投產